SHOW RUN SHOW RUN 嗨!SHOW RUN! 皆さん! 我今天要來開箱 開箱什麼呢? 開箱一個我終於收到的東西 最近不是肺炎很嚴重嗎? 那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應該都有看到 應該台灣的新聞有報吧 就是日本的總理要分發口罩給每戶人家兩個 就真的只有兩個喔 不管你家是二十個、十個、或者是四個人 都只有兩個口罩 說明是那個口罩超級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總理他在 就是他開會的時候戴臉上的那口罩 你不覺得那筆筆很不協調嗎 就這麼小一個 那個就是他送給所有日本人民的口罩 那我在前幾天終於收到了 超級久 我等超級久了 我不是住在東京 住在東京附近 雖然比較偏遠吧 但也太久了吧 都過多久了我的天啊 反正呢我們今天就要把它打開來 然後讓大家看他到底有多小 到底有多蠢 好啦到底有多實用 到時候我被罵之類的 反正 我要來給大家看一看 那 我們就來把它 戴起來吧 好 不要亂為人家的愛心 前面都是錯誤示範喔 不要學 小朋友真的不要學 這個才是正確戴法 這個才是口罩正確的戴法 我覺得我會被罵欸怎麼辦 沒關係啦 反正 我跟你講喔 這個口罩 這邊有另外一個 這個口罩超悶 而且他 你看 中間是洞欸 你看 從另外一邊看是透過去了 一層 然後 兩層 三層 大家都看得到我對不對 嘿嘿 這種口罩到底有沒有效果啊 我怎麼 看不懂 啊 而且對 他超級悶 現在是夏天 然後日本又濕 一直在夏雲 然後 這口罩誰戴得住啊 聽日本人講說 日本的學校啊 都有給學生 一人一個口罩 那這兩口罩應該是給家裡的大人 比如說爸爸媽媽 但是 基本不是 老年化 社會很嚴重嗎 那爺爺奶奶怎麼辦 反正 他要做也做好一點 他超小 你們看到這個位置超尷尬 雖然好像他 剛剛好收入我的 鼻子跟嘴巴啦 但他真的超級 戴起來超不舒服 而且他沒有那個鐵 感覺沒什麼效果 然後看到那個安培進山 他在開會的時候 就戴這個樣子 然後講話 拍照的時候 也長這個樣子 好笑喔 說不了了 有夠悶 這麼悶 可能真的有點效果吧 然後把他丟旁邊 然後他有 給一個 就是 給大家的信這個樣子 然後內容呢 大概是在講說 就是 肺炎防止 然後呢 給這個 口罩 然後感謝大家 然後有三個不可以 所以日本有一個口號就是 三 部 的口號 就是不要去密閉空間 然後呢 密閉閉場所不可以去 然後不要 就是 密集的接觸 這個樣子 那 就是這三個不要去 不要去做就對了 那 那後面還有一些就是 新的生活方式 實踐 就為了肺炎 像這樣 看到嗎 然後我就不多闡述了 好啦 那今天 開一看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 那些 謝謝你每次做愛看片的朋友 那 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我們 就不喜歡 掰掰 欸 等等 先不要離開 在離開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 我們每週三 跟每週日 晚上不一定 準時發片 然後我們有 IG跟臉書粉絲社團 社團的帳號 我會放在這邊 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去follow喔 這裡是 showaround 我是Nick徐 謝謝大家的支持 鼓勵 我們下部影片見吧 掰掰